我們看執政的民進黨啊 在這次這個一一二四的大選中是大敗 那麼大敗之後 大敗之後賴清德陳菊馬上請辭 但是就被留下來了 那在昨天立法院最新的訊息出來了 這個訊息很值得各位仔細的去看一看 仔細的去想一想 到底民進黨在玩什麼把戲 有這個可以看得到 屏東縣選出來的立法委員蘇正清在立法院開炮了 他說屏東不要喝三場 不要喝三場 好 那麼各位我們都非常清楚我們看下一張 在這個同時 副院長立法院的副院長蔡其昌 這個大炮級的立委叫段宜康 兩個人不同的地方 彈出一個重要的訊息 那就是賴清德要在總預算審查完畢之後 要離開 也就是他堅持 各位 這不是一場戲嗎 在一二四選完之後 我們就看到賴清德陳菊 他們都說要遲 然後 蔡英文馬上未留 現在就知道原來寢職是假的 未留是真的 好了 現在又看到這兩位出來 就提到了 就提到說 這個賴清德 這個賴清德 大概一月中 我們總預算審到一月中 之後他就要下台了 他就下台 這到底是怎麼看呢 我們就看下一場 預算審完就走 其實這一切完全是政治考慮 我們看到賴清德已經很清楚的 他原來是民進黨的救世主 結果來到這裡當行政院長 結果其中考徹底大辦 所有的政策通通被打領 他現在的民調 在這個相關的電視台做的民調裡面 他排名第八名 蔡英文墊底第十二名 所有的政治人物裡面 重量級的政治人物裡面 蔡英文是最後一名 賴清德第八名 都在非常後面 所以賴清德知道 如果他沒有真的走 他繼續當這個行政院長 他當然非常可能 2020就跟蔡英文 一起搭檔選政府總統 他結果是必輸無疑 必輸無疑 所以現在開始 他通過剛才看到的 蔡奇商 新潮流的重量級 現在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段麗康 號稱 新潮流現在類似他是當趙吉人 兩個指標人物 同時放出同樣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賴清德在一月份的時候 總預算審完之後 他就走人 這一切就是為了要跟蔡英文切割 我們再看下一局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他們大敗的同時 十個公投案 十個公投案 民進黨比較喜歡的三個公投案都沒有過 包括東奧正銘 東奧正銘某種程度是一個變相的統獨公投 沒有過 那這裡面第七案 就是這裡面火力化電 每一年要少一趴 這裡面少一趴 而公投的第16案 以核養綠 那就是說 在我們綠能沒有辦法 這麼普及化價格低的前提 還是要用核電 簡單說就是打臉 蔡英文跟民進黨不斷的要推銷的 2025的揮核家園 那麼各位 當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不斷的強調 公投是最大 人民的直接民權的行使 他的位階是最高 結果好了 公投結果 十個裡面過七個 都是執政黨不要的 三個沒過 都是執政黨想要的 他狠狠的被打臉 狠狠的被打臉 但是政府的回應是什麼 你會發現前幾天 好像很認真地回應公投 可是昨天就不一樣了 訊息出來了 訊息出來了 這個訊息就是 這個政府 不會正面的面對公投的結果 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整個故事很簡單 就是 蔡 賴清德 要跟蔡英文 他下台了 所以 民眾如果去罵 說公投 的結果 你為什麼不遵守 哎 對不起 賴清德 你下台了 你要找 找誰 找蔡英文 而這時候 賴清德 躲到那裡去呢 他躲到 民進黨的 一個 勝利群裡面 他說 他是 務實的態度工作者 他 一樣會堅持是反核 可是 蔡英文要面對的是 公投的結果 要繼續的使用核電 來 培養 綠能的發電 這個就最大區別 賴清德如果 還在行政院長任內 他不可以講這個話 但是他現在 不在行政院長任內 他可以 跳出來了 所繼續的擁抱 勝率的 基本價值 兩塊神主牌 就是 反而 第二個 這個態度 這兩塊神主牌 其實在這次公投裡面 看得非常清楚 他是被徹底的打臉 而 誰要面對 當如果賴清德 離開之後 離開之後 誰要面對 蔡英文要面對 所以 蔡其章跟 和這個 段麗康 所講的賴清德離開 這裡面有幾個重要訊息 第一個 賴清德要跟蔡英文切割 正式的2020 會去挑戰蔡英文的一個 在民進黨內的提名之戰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回到勝率的基本價值 去擁抱勝率 他開始的 繼續他強調 台獨 繼續強調的 這個 反而 所以 這兩個重大的意義啊 換句話說 賴清德知道 他如果不離開 他政治前途就化為毋庸 他一定要離開 重新擁抱勝率的一個基本價值 然後去擁抱勝率 開始回來 開始爭取2020的總統大戰 所以這一場啊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麼當然精彩可欺 可是 我要強調的是 苦的是誰 苦的是老百姓啊 你不覺得從現在開始 這個內閣已經變看守內閣啊 已經變一個過度的政府 過度的內閣 看守的內閣 他能做什麼事 什麼事都不能做 從一一二四到一月中 總預算完畢快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國家被空轉了 我們的人民 那麼又被 來說的糟蹋一次 這個賬 我們當然要算 本來說 選舉完了 各地方政府 高雄市政府 韓國瑜市長 台中市政府 盧秀恩市長 大家都說 拚經濟 不要談政治 我都同意 但是 現在可以看得到 這個政府 還是只有拚政治 因為民進黨政府 只會拚政治 只會搞鬥爭 不會搞務實的 一個經濟 我再強調一遍 民進黨政府 只會搞務虛的鬥爭 包括黨產會 處闖會 這都是非常虛的 一個鬥爭 老百姓根本不在乎這些東西 可是他玩的津津有味 因為他只會 玩這個東西 把公投的門檻大幅的降低 等等的 那麼 對於實際上的 老百姓要的 要顧肚子 生活的要好 年輕人薪水要提高 蔡英文政府沒有任何的招數 所以 我希望我們大家能夠認清楚 這樣的一個政治上的變化 不要被 這些的一些的虛幻的東西 所門閉的 我會不會有任何的招數 我會不會有任何的招數 我會不會有任何的招數